名為之頭暴鄉死,何從吹落每一分鐘 在我來看,我的體會有不太一樣 因為彭宋主席是1948年,但我是1987 我剛好就出生在台灣解除戒嚴後 兩岸開始政治交流 所以我的出生是兩岸交流的開始 因此彭宋主席說名為之頭暴鄉死 但從我的角度,我覺得我們不能死 我們為什麼要抱這個美好的未來 我們要抱這個美好的未來 所以呢,我的感覺是呢 現在雖然很難的很多葉子 我們好像是一枝這個梅花在那裡 可能這個菇枝,然後葉子也都掉光了 但是這個梅花還在圖顧著我的憂象 戴德養分消息進了什麼啊 油然玩我做花魁 大家好 看您現在是在網路上也很紅 然後就戰戰會就會有打算 哈囉 早上,早上,特朗普和每个人都在说明星期中, 今天我要讲明星期节目, 中国人, 在中国的交流中, 因为昨天我发布了谈论 去台湾和台湾 和一些人民的秘密 昨天我在这里做了一个交流的对话 那么今天就是关于台湾的中华民国的主权的合法性所在 另外台湾领导人他的执着法律依据 法律权限 法律定位 我昨天在这里和美国川普交流了一下我的一些看法 从法理上来讲 对吧 台湾应该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 台湾不是国家 台湾在国际法的定位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在1945年10月25号已经回归到中华民国的主权名下 所以说讲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这个背景应该是中华民国这个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国土这个主权范围内 要是全体中华民国的国民 认同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代表这个土地的才是国家的主权 台湾哪有主权呢 一个省怎么能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主权呢 这个就是老子就像一个家庭一个 他老子还在他的儿子怎么能够做 他能够随便便便就说 我就代表这个所有的家产都归我了呢 这个国家是一个私有制的产物 有人说这个国家 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的党产 那个中华民国是那个中国国民党的党产 这个话都是很骗你 虽然这个国家的这个主权和党的权力 只是一个是一个私有制的产物 但是这样讲的话 实际上的鬼人产生一个逻辑上的混乱 对吧 就是 就是把全部 就是部分当成全体 就像在美国又把一个州 就把马连做一个美国的全体的国家 这就是不对的 还是我在想 在美国的旗帜下 就是说 One nation is indivisible and just for all 就是说 美国来讲呢 这个还是一个整个的国家 我们国家 就是 就像那个 川普说的 就像川普您讲的 在大年初一这个给大家讲的 我们 美国是一个多元的一个文化 多元的社会 多元社会组成的一个 一个国家 这个多种文化的兼容 充满了活力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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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裔人口 他们以多种形式 在这个国家里留下的印记 说到这里 我非常感谢 就是 川普总统的 这个 这段 这段大年初一的这个 喝词 或者说 祝福吧 因为我 感觉到深有体会 感觉到非常 感觉到非常 讲得非常精准 就是 就是 这些人的 这个人口呢 这个人口呢 是我们 这个 就是 美国的 这个民族团结 与组成 做出了 数不清的 数不清的贡献 人们不能发现 他们如此 深爱自己的 传统 丰富的 传统文化 如此强调神圣的传统与家庭纽带的重要性 当我听到这种赞美之词的时候 我非常感动 因为就好像在说我 就好像说我们在美国一家人 我和女儿这样的一家人 就非常的肯定我们这样的一种 我们都视为家庭为很重要的一个家庭纽带 这就是美国 这就是一个中国的文化 对吧 这个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 一种在美国的一种存在 也是这种存在呢 促进了美国的这种社会的稳定和团结 内部的 虽然有不同的文化的融合 这也给美国呢 充满了活力 博彩互相学习 当不同的文化在一起碰撞的时候 就会产生出相互学习 相互取长补短的 各自发挥优势的这种一种创新的氛围 因为综合就是创新 所以美国是一个创新力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 这也是美国的一个资源 我们说是优势 为什么我感觉到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深刻的感想的今天要祝福什么呢 祝福美国 因为他确实是看到了 美国正在吸收着大量的亚裔也好 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 这两个地方来的人产和精英 因为能够到漂洋过海 对吧 八仙过海来的就是各险器能 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八仙过海各险器能 都是把他们最优秀的一些特长精力专严 在这里来希望能够寻找市场 寻找自己发挥自由发挥的一个天地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有很多创造性的这种活力 这就是美国之所以能够强大 就是great的原因之一 我今天想讲的 这一点就是中国有一句话来形容 这个president川普 您的这一份春节支持 就是从我们的感受来讲 叫心有灵犀一点痛 就是我们感受到 就是作为白宫和美国的现任领导人 对我们这些在美国的新美国华人的重视和理解 同时 这个实事求是的说 那么就是everything is true 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 对吧 那么我自己用我自己来的话来说吧 我来了美国十年 对吧 2007年我来的时候 给布施总统提了三条建议 大家都知道了 New American City New American State Mold 这些都是 我们的一些设想 就是数不清的贡献 什么叫数不清的贡献 我们不但提出的设想 我们还在以身作证 在实践的这种理想 就是I have an American dream 这就是我的American dream 成为一个合格的 New American Chinese people 成为一个合格的 优秀的 美国的 Ciniton 成为一个合格的 优秀的 推动中美关系的一个 新兴合作关系的一个推动者 民间大使 什么叫民间大使呢 就是People's Angel 那么这些事情 经过十年的实践和努力 我可以这么说 也可以 无愧地说 我做到了一个 合格的新美国欢迎 做到了一个 新美国 New American City Citizen的一个 推动者 也做到了一个 新美国形象的 一个建设者 对吧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还 还不够 我们还希望 能够 在未来的 十年里 我们能帮助 美国做出 更加 Make American Great 对吧 这是我 It's morning with my morning with 那怎么样来实现 这个 Make American Great 那么 这里有个 know how 这个know how是什么呢 那么就是 Peace 对吧 就是化干戈 为玉博 对吧 把过去那个冷战思维 冷战的对撞状况 变成和谐的 能够化解的 能够民生能够团结的 一个能凝聚在把经济 把经济到经济工作上来 凝聚到建设 共建美好家园的 这个这个建设 这个这个 这个 事情上来 我们讲 开诚不公的讲 很多人对待这个世界的看法不一样 所以会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差异和矛盾 甚至对抗 用过去冷战思维的思想 和包括很多现在的一些政治评论员 那个政客 还有国会议员的评论来讲 就把人类啊 人呢 社会呢 分成了左 中 右 三种 三种状况的人 这么这种人呢 左派呢 就和右派斗 就像 这个右派呢 就和左派斗 都在争取中间的选民 都在拉自己 把自己的蛋糕做大 这就是平衡 就三权分立制的这个一个模式 美国呢 就是两党制嘛 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 互相之间 监督 对立 然后 发生这个不同的矛盾进行对抗 然后呢 在互相的化解 融合 彼此在促进的发展 取长不断 批判性思维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发展的模式 而现在我们在想呢 我们就是我来美国看的一个问题呢 就分了 看 把人呢 就看成了三种人 一种呢 是做具体事情的人 一种是做什么呢 就是搞这个 联合的一种方法 找出一种 找出一种方法 一种流程 Program 是吧 然后 制作一种 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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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 啊 这种结构呢 就是大家能够合作在一起 那大家一起能够在一种 在一个 在一个目标的 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情况下 大家进行合作 那么这种人呢 就叫做这个合作的设计者 啊 就是社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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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 对吧 另外一种人 就是更高层一点的思维 他在他的就是 就把这个各种各样的综合社会的综合团体 啊 然后呢 给它集合起来 进行战略性的思维 进行更大方面的组合 就国家与国家的关系 啊 整个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整个内部的关系 和外部的关系 啊 在处理这样的结构 如何建立一种 能够互相 结合 互相出境 互相能够推动 啊 使这个大船 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 航行的一个 这么一个 这么些就是 大海航行靠舵手嘛 就是舵手级的人物 那些 我就说呢 一个是水手级的人物 我说的都颖 就是水手级的人物 还有 还有 做事 做局 啊 决定 那个 这个 这个叫开船的人 就是 舵 开船 这个开船的那个 啊 舵手啊 那么船长就是设计整个航向的一个 设计者 所以说我们讲 在这里呢 我们看这个 美国 最需要的是什么 这三种人都需要 第一个 第一个 是建设者 会做事的人 现在 美国这个实体经历 缺少这样 有一些 啊 比如说新移民啊 墨西哥的新移民 或者其他 那个 来到美国 参加建设的新移民呢 这些的技术的城市呢 啊 有一定一级之长 或者是无一级之长 在这里啊 这是在底层的一种 劳动力资源 嗯 第二种呢 是 就是企业的中高层的这个管理人员 也叫微观经济的这个 微观经历的这个管理人员 叫经理人 就是职业经理人 啊 就是manager 这样子 这样子 factor啊 还有这个企业这个这个 这个活动的这个 这些人 属于这样的 这些人 国家决策呢 就是白宫这些 啊 President 这个东东府的团队 还有这个 智囊智库 还有国会山 那个 Congress 这个这个 这个议员们 啊 众议员参议员们 这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说我就 啊 就责任就是 大家的社会分工呢 就是在这样的分工 在这个事物的大家这个结构的事物当中大家比较清醒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 要看到 时 时代在前进 而 这个 这个 这种结构的关系呢 正在螺旋式发展 我们讲到这个 螺旋式发展的模式 要提出一个现在进入了一个互联网加的模式 就是说现在呢 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一个很迅速很快快速的传播 就是通过通过互联网啊 啊 还有自媒体 还有自己企业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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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 商业群 朋友群 还有购物群 还有这个啊 顺国圈的community的这个中心 这样的一个群啊 啊 不同的很大很快的就把大家 这个一个一个城市呢 联系在一起 嗯 connect 对吧 就联系在一起 加大推动的带动 互相 就是说跑得快的 带动跑得慢的啊 啊 这个那个那个强大的带动弱小的 这就是一个前进的模式 但是现在呢 我们看到现在是一带一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 给了美国一个新的视野 我希望白宫能看到这个这个叫做融合经济 这融合经济的发展呢 就不是说唯我独尊 唯我独大 而是 是多元 就像刚才那个 嗯 嗯 初一大年初一 这个 这个 川普讲的那个 这个 这个多元化 一致性 啊 博彩中长的这种发展 这种发展 是良性的发展 相向而行 相辅相成 过去冷战的发展是什么呢 就是相反相成 我千方百计阻止和遏制你发展 不让你发展 打击你发展 就是你死我活 这种啊 这种关系呢 这种关系呢 在经济上 经济上 经济上来讲 啊 自己就要做 啊 一种一种 共同 生命共同体的经济 经济 经济模式 这种模式的提出 和将来正在形成这种结构 需要美国决策成 重新思考 我和国与国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谁是我们的同路人 谁是我们的建设者 啊 这个问题呢 过去 啊 美国这个 亚太再平衡成效甚少 就是不能够团结 真正的朋友 啊 凝聚真正的力量 今年 2018年 现在新的 有个新的迹象 大家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最紧张的 半岛局势 现在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这种迹象表明什么呢 就是说 North Korea 和South Korea 它们的 对抗 很尖锐 但是又在 发生一个变化 它们之间又互相融合 互相包容 又想走 相互要统一 这种力量 正在形成 和发展 这是一种和平的 没有战争的 不流血的 这比我们投资很多的 经济的力量 或者是强迫的 外界的压力 制造很多流血的事件 还有战争的伤亡 这个代价要小得多 恐怕 这样子 对全球化的稳定 更是一个有利的 一个 城市 作为美国 作为一个大国 中国 和美国 就应该 拉动 朝韩 North Korea 和South Korea 进行互相的 进行 topic 进行dialogue 进行 互相交流 消除分析 缓解 那种 矛盾 叫做 相逢一笑 敏恩仇 这是中国的一种话 我不知道 美国文化当中 缺少这种元素 但是呢 美国有这个元素 有这个 Law 就是 当 Law 来临的时候 我们有责任 当爱 召唤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责任 去 顺应它 我们 当爱 来拥抱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责任 来接受它 来 顺应它 那么换句来说呢 当这种 那个 朝韩关系 出现缓和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顺应它 这种他们民族之间的爱 出现的时候呢 曙光出现的时候 就像我现在 现在 刚才我在的时候 是天在黑的 当这种曙光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顺其发展 就顺着它 自然的去发展 推动它 去发展 就是 小心谨慎的去推动它 而不是去 阻碍它 就不是 千方百计 就阻碍它 这就是 当爱来 拥抱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 应该 敞开胸怀 去接受它 对吧 这类的心理 我来提心吊胆的 我这边跟它拥抱 这上面跟它拥抱 下面给它踢一脚 这样的 这样的动作 是个非正规的动作 是个不规范的动作 是个不高尚的动作 所以说我们 这是谈到这个 朝鲜问题 同样呢 台湾问题呢 也是这样子 为什么 这个不久前 这个 习近平 他提出了一个坚持 和平统一 就是坚持这个和平 解决台湾问题 这种方法 和平呢 这个方法呢 有两种 一种是和平呢 是维持 就是说我无所作为 不作为 一种是积极的有所作为 这是两种不同的和 对待和平统一的一种态度 什么是积极的和平统一呢 过去来讲 什么是消极的呢 过去几十年 大家集权之声相伦 老死不相往来 你侦查我 我侦查你 你派侦查机来 我派什么东西 卫星电视来监督你 这些东西呢 都在互相 都在博弈 就是game 是吧 这种博弈呢 是一种零和博弈 就是我准备吃掉你 你准备吃掉我 现在习近平和邓小平提出来这个观点呢 但是 就是我不吃掉你 你也准备吃掉我 你说你的制度好 那你就按照你的制度去 去建设你的这个台湾也好 香港也好 这叫一国两制 你保存你的这个 但是要承认一个中国 就承认这个国家主义 我们是大家是一家人 就像我和我女儿 这是我们有这个 是有DNA管的 我们是一家人 这个有个家庭的纽带 这是刚刚那个 通常说的好 一个家庭的纽带 那么 两个人之间呢 有个国家主权的纽带 有个完美性的纽带 那个 南韩和北韩呢 也是一个 这个民族的纽带 也就是耐心的纽带 他们也是一个总体来说 是一个国家来的 那个 那个 South Korea 和North Korea 应该说 这个state state 这个概念 这样子就比较清楚 对吧 那么 美国 什么是美国人和中国人 应该做的事情呢 就是来化解这个state by state 这个之间的一个冲突 对抗和矛盾 当你做 促进它 作为一个大国 你促进了他们的 啊 之间的这个 相互合作 相互理解 相互 就化干戈 文育博 相互促进经济发展 社会 社会 社会和谐 促进社会的 创新 促进社会人民的 树立 就是 人呢 就是 一个 按照 做一个合法的人 一个 尊基守法 啊 有社会功德 啊 一个建设者 这样的人呢 就叫 立起来 就成行了 这就是我们要 做的 我们希望做的 啊 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 是用什么来解决的呢 不是用战争 不是用镇压 不是用过去阶级斗争 就中国来讲呢 就过去用的方法叫 阶级斗争的方法 就是我用 大多数人去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去 去 去 斗争百分之五的人 就把百分之五的 叫阶级的人 就树立阶级的人 这样的一个 一个关系 一个解决矛盾的 明明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 这样的来讲呢 这个尝试 我们失败了 就这个矛盾 走不通 那台湾现在是什么模式呢 台湾是走的 政党政治的模式 就是政党之间相互对立 就以政党政治 斗争为纲 我们过去 我们说的统 统路线 就是蓝绿为纲 一个是主张捅的 一个是主张读的 其实捅的也不捅 读的他也不敢读 这就是自己做了一个假命题 忽悠台湾人民 两千三百万人民 原来在蒋经国时代 或者是蒋中正这个时代 不存在这种分裂的问题 不存在族群斗争的问题 也不存在政党斗争的问题 因为当时民进党给 作为一个党禁 禁止了他的社会活动能力 不允许你分裂国家搞台独 这样的社会还稳定了 他并不一定是说 稳定的发展的经济 去把经历的变成发展内部经济了 这样子来讲呢 对台湾人民来讲呢 台湾人民也看得到 这个时候钱都打到脚面上来 成为了台湾也成了四小龙 现在搞民主搞成什么样子呢 解放的党搞成了现在 大家的社会乱糟糟 对吧 用山友文讲话叫乱糟糟 就是那个 在立法院里面呢 全打脚踢 全武行 哪个国家的议会像台湾这样的热闹 像台湾这样的武术全能 这个事情 这也是一个很奇葩的事情 这是一个负面的台湾民主形象 这是一种台湾人的耻辱 说明台湾人不懂得法治 也不懂得和谐 不珍惜法治 也不珍惜人民之间的团结 所以是以为这种自相残杀 自己毁掉自己 毁掉对方 这是一种啊 就是这种一种本事 一种能力 包括就像动物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这种斗争 你是我国的斗争 蔡英文是不是这样呢 一贯如此 从街头开始 民进党一贯就搞到这个 现在清党产也好 因为清党产打的旗号就是说 你凭什么有过去带着 把大陆来的钱作为你的当产拿 大陆的黄金也好 是台湾人民的 你现在就应该归 你那些遗留的那些大楼大厦 都应该是台湾人民的 台湾人民也是中国的 对不对 我们说 台湾人民也不能忘记 这些黄金 还有这些财产 是中国带来的 尽管它是国民党带来的 有些东西 我们感觉到有局限性 这种私有资产有局限性 这个就是说 竞争不平等 这个鼓往言之吧 我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因为我对这个研究的不多 我说 我谈的是美国 美国应该做什么呢 美国应该坚持一个原则 就是和中国三个联合公报 和台湾关系法 就是台湾关系法 这个法律 这个法律就是承认 联合国2758号决议 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反对台独 最近那个 这个白宫发言人 这个新的发言人 也跟这个 再次重新这个问题了吗 不要去做 对两岸人民团结不利的事 也不要做 这种 这种 这种制造战争的一个 一个因素 比如说 台湾旅行法 这就是给两岸之间抛了一个战争的火星 这个新火燎原 这个新火燎原就是新星之火可以燎原 你这么一个小动作 我们叫蝴蝶效应也好 叫做你是在刀意上 声援台湾这个 那个当局也好 和保护台湾人民也好 实际上它的边际效应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 它的反作用力反而大于你的作用力 你这个初衷 你去派一个军队 去到高雄 到太平岛去转一圈 结果是太平岛没了 高雄积极可危 所有的导弹 都集中瞄准在高雄 在那个 那个军港 对吧 我这个记性啊 有时候这个老了 就不如以前了 我昨天啊 就是汪道涵那个名字 我老想汪汪汪 就汪不出来 那个卢力安那个名字啊 老想 就是想不出来 这个七十岁的人啊 这个真的就是智力 和原来的年轻人就不一样 那个川普先生 川普总统和我一样的年龄 我想我们都是二战后 这个二战之后的军人的一个 或者是二战之后的 这种 第二代 我们都知道 珍惜今天的 美国这样的一个 民生发展的一种 强大的一种 强大的一种资源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 当年是怎么样子 发动的太平洋战争 怎么样子把炸弹 降落在 那个 哈勒弄弄的这个 这个 军港的头上 因为我的 我阿婆 就是 哈勒弄弄的 华侨 就是你说这个 亚裔华人 在美国做出了 他们留下了 以多种形式 在这个国家留下了印记 是的 我们家的 这个前辈 在美国留下了 这样的 印记 就是 一个印记是 维护和平 共建美国家园的印记 第二就是 反对战争 反对法西斯 对保持对日本的警惕 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的印记 台湾是什么 台湾现在的 蔡英文民进党政府的 本质是什么 它的DNA是什么 它的DNA就是日本军国主义 DNA 黄民 黄奴的DNA 就是反对太平洋 参与太平洋战争 反抗 中国和美国 和这些 发动战争 用暴力屠杀人民的DNA 当然不是全部台湾人民 只是少数的那种 所以是日本天皇 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些少数 但是日本之所以那么狂妄的推行战争 你不要忘记 日本国民这种战争的国民化的能力有多强 为什么美国最后不采取 就是把老百姓和军人分开的一个策略 一口脑的用原子弹把它端了 因为它分不起 它确实是美国没有战争 因为战争的消耗不起 分布清这种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因为战争的情况下 只有用 你参加了这个战争 你在日本的人 你就是反对美国了 这个战争的阴影到现在还有 为什么美国要保持亚太 亚太在平衡的存在呢 其中不光是对待 对付中国 防止中国的崛起 美国内心的是 我想 我作为 这个外婆有一种四分之一 美国这个DNA血统 那么也有一种担忧 就是日本一旦强大了 会不会把矛头对准美国 因为 现在 日本不承认 也不后悔 当年发动的战争 对 太平洋战争的那种 那种 那种强大的 强大的侵略意图 我们这样 ambition也好 adventure也好 这个 这种性格 还有这种报仇的心理 在美国的 在日本的教育 参败经过神社 在日本这种 传统教育里面 是根深蒂固的 就像 波兰和俄罗斯之间 存在着一种不信任 存在着一种天然的 反抗 就像 蔡英文说的天然独 天然独 天然独是什么呢 就是天然就宣言 宣言 对抗中国 天然的 就对抗 就是日本的 日本的黄奴 天然就成为日本的黄民 天然就要成为 分裂 分裂 就是以分裂 中国 脱中 去中 这样的一个 为 事业 为己任 为一生的这个 面子在这个目标 他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 所以说 中国为什么 这么多年的苦口婆心 能够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也就是说 和平统一的幻想 大家都认为是失败了 或者香港的一国两制失败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呢 这就是 很多人 顽固的 对抗 对抗和反抗 和抵制 中国大陆的 共产党执政 也就是说 为什么 你不多党制 开放党禁 为什么 不能够允许 这些 这些反抗的 共产党的人 能够能够唱所欲言的说话 这个呢 是一个topic 对吧 我们讲 保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社会制度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本身的设计的一个特点 你要在台湾搞资本主义搞多党制 你可以搞 这就是在你那个地方搞 但你必须有一条 承认你是中国人 你在香港搞资本主义 搞这种自由贸易都可以 但是你必须承过承认你是中国人 而不能像一些年轻人 讲的 不是中国人 我是香港人 这种你不是 就像台湾人一样 我昨天说了 你不是中国人 你不是中国人 你就没有在香港的立追之地 你不是中国人 你就没有在台湾的立追之地 也就是说 国家 在美国也好 在任何一个俄罗斯也好 在新加坡也好 都是一个专政的工具 教管的叫人民民主专政也好 叫法治专政也好 你破坏这个国家的法律 你就是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罪 这就是社会的罪人 就是破坏和平稳定的罪人 所以说我们美国 应该认清这个界限 而不要用两个标准 在美国是维护一个国家的 统一完整法治民主 到了另外一个国家 就希望他们搞对抗 搞不搞法治 搞搞另外一种 就是这种一盘散沙 就是闹得越凶越好 因为什么呢 我感觉过去有这么一个概念 欲邦象征渔翁得利 那唯恐天下越乱 那么渔翁得利越多 就是说你两个人 台湾你国民党和国民党和民进党闹 你闹得越凶 台湾这个 我越好插手管理 我越能够 我插手管理 我越能够得到利益 得到我的利益 我在取这个利益 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天下乱了 就可以乱动脱利 这是一种模式 而我们现在改变这种模式 我们解放这种生产的关系 我们解放这种生产力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促进这个社会的 以和为贵 我们放弃那种 不不不不 Не和实际 不还不还不合国情 不提何民情的那种医式形态的斗争 搞沁垣沪小的 違法乱纪斗争 政党政治正党斗争 凡是不利于国家宪法执行的 不利于社会稳定的 我们都要反对 凡是利于消除社会动乱因素,我们都应该扶持和提倡。 这就是我说的一个,美国人怎么样能够使美国更强大呢? 美国强大就要做这种,高举这种旗帜,高举什么旗帜呢? 就是民族,民和,民心,人民要和谐,人民要推陈出信,人民要站起来, 共同建设好自己的家园,人力,民和,民心,民意。 这是我2018年,在您,川普,川普到了北京访问以后,亚洲行以后,回到美国以后提出来的。 实事求是,我们叫everything is true,我们就叫求真务实。 这是Northwest University的一个校训。 我们根据了这么多年的经验,说假话,将来你气我偏,而鱼我诈。 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子,把这个,没有,都不知道你要干什么,言而无信,不知其可。 我们为什么说,蔡英文她这个,是个make trouble呢? trouble maker呢?她就是因为她说话,没办法相信。 她今年这样说,维护宪法,中华民国宪法。 她连中国人都不承认,她怎么能维护中华民国宪法呢? 她说要维持台湾的发生稳定。 她那个搞断结的两岸的经贸合同,她要搞南乡政策,到南乡政策,到南乡政策,哪户不开,踢哪户,哪个国家她也去不了。 到越南,越南去不了,印度,印尼去不了,印尼去不了。 只有大陆对她最亲。 可是她要大陆千万就去不了,多伤人的心呢? 看起来大陆热脸撞到了蔡英文的冷屁股。 这个东西,但是老百姓看到了,老百姓今天慢慢觉悟了。 美国人民也看到,台湾人民这样子做,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啊。 所以,当民心、民力召唤我们的时候,召唤那个单词怎么讲呢? 它叫,becomes you,follow him,when the love become you,follow him,follow him,我们就适应他。 我们今天呢,看到了,中国大陆的治国理念手段,确实是比台湾,蔡英文,马英九的治国手段,理念站得要更高一些。 你不管他是说什么,不民主啊,大陆不民主啊,干什么,因为他至少没有动武吧。 因为至少大陆现在的这个反腐昌年运动,现在大陆的服务,就是官员的青年程度,比台湾,比美国都要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台湾这个陈水扁这个女儿说的话,哪一个民进党的人物,没在我这捞过钱? 对吧? 我们不说美国,因为我在美国,美国人会有自知之明。 我们自己,会不会从中当中,在处理美台关系当中,某些议员,某些支库人员,收了台湾的好处费。 为台湾在说三道四,分裂国家,这个台独分子说三道四。 这个呢,我没有证据,也是也不能猜想。 但是我存在着这样的质疑。 为什么,明摆着我们台,就在美国明明知道,这个台湾太多问题闹起来,是对美国不利的事情。 我们会要支持他呢? 会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一种非力不讨好的一种生意,一种交易啊。 我们卖那点破金火,台湾人就是给我们点小小的甜头。 那是使了芝麻丢了西瓜呀。 我们能和大陆去搞对抗吗? 大陆一年跟美国的交易是多少? 台湾那个,我们在那点金火能卖多少钱? 所以说,一个,川普先生也是搞经济的一个manager,对吧? 我们大家都是搞经济的。 无力不起早,天下细心,结尾利来,天下嚷嚷,结尾利往,对吧? 民进党就为了。 他那点小心思,台独那点小心思。 想拉大旗做虎批。 想把美国拉下水。 当然,我知道美国人是没有一个人支持台湾独立去打一场毫无意义,毫无胜算的战争。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美国两个千山万水跑到台湾去的时候,黄瓜菜都凉了。 那劳命伤财嘛。 他不能去救一个死人嘛。 我们现在看台湾,大陆看台湾,就是死马当作活马一啊。 不要说什么九二共识啊,什么一中个表啊。 现在就是让你去折腾,自作你也不可活,让你去自作自受。 这就是大陆高明的地方。 大陆只管他自己发展经济,发展军事。 当他的力量超过了,远远超过了台湾的时候, 胜算已经毫无悬念了。 这就叫做不争之争。 这就叫做不争之争。 乃为善争。 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他胜了呀。 这天下公认的,因为大陆的经济,全世界都得到好处了。 台湾的台商,包括绿营的那些高喊的台独的台,这些没有良心的台商。 他因为无山不坚嘛。 他都得到了利益和收获。 他都得按字的佩服。 大陆的经济,搞经济的说法是对的。 那么我们美国需要什么呢? 需要向大陆学习。 要搞一心一意抓经济。 要把根深固本,以至天下。 美国自己的经济,如果每况愈下的话,有什么能力,有什么力量,能说我们自己是世界的领导者。 这个道理,就像过去中国,虽然是一个第三世界的一个领导者,但是当中国的国力和中国实力很弱的时候,有谁呢? 可以承认你。即使你很大,又很穷,有谁能佩服你的,接受你的意识形态,接受你的价值观。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看到中国改革开放这种软实力,它的边际效应,它的边际的产生的价值,它对美国所产生的价值,借鉴和参考的价值。 这就是说,among the three people working,I will find something to learn for sure. 就是当三个人走在一起,三个国家,中国,日本,美国,如果三个国家在一起经营比较的时候,I will find something to learn for sure. 是不是这样的呢?我可以发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当中,有很多需要learn,需要我们去借鉴,去研究的东西。 这才是everything is true,这才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方法。 我今天这个Morning Ways这个话题呢,虽然是讲,因为一大早,现在天已经亮了,对吧? 这个云霄无散了。昨天呢,我捕捉到这么一个现象,叫做愚公愚山。 叫做愚公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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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公愚山。 是怎么样的愚公愚山呢? 就是他把那个黑山,我们知道黑山呢,就在我们蒙哥们旁边那个郊野公园。 就是说go zen park,那是state park。 是很大的一個湖泊,有一个很大的湖泊。 我去过那里。 因为那里是一小的山丘。 在远看,能看到它是一个最高的套歹。 他是街 appreciated sports, 最高的一个最高的头。 当然这里美国整个来说都比较平了 找不到像中国喜马拉雅山那么高的一个山峰 那么那就是 我就奇怪 谁把它给移到天上去了 昨天的 就是前天下的那场雪 然后昨天早上那个雾气 那种自然蒸发的现象 把这个黑山 就是马拉雅山的这个 Garishport的 Hills Mountain 就是parking